咱们今天说的案子呀 从一张QQ空间的照片开始说起 2014年5月4号上午10点多钟 邯郸市有一小姑娘叫小薇 她只有20岁 她呢就在自己的空间里边发了一张照片 那么那张照片呢 是拍的邯郸火车站的照片 然后配了四个字 邯郸再见 还有一个大家经常用的那个微笑的表情 这照片发出来之后 朋友们呢就都很纳闷啊 纷纷的给她留言 有的就问她你去哪啊 然后有的问她你是要去结婚呢 小薇呢就回了一个说要去南方 这张照片啊 不光引起了朋友们的注意 更引起了早就担心小薇的家人的关注 以及警方的关注 第一时间 邯郸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的办案民警 就来到了邯郸市火车站 进行了一次侦查实验 根据小薇这张照片拍的这个角度啊 警方呢就也找到了一个同样的角度 拍摄了一张照片 两张照片这么一对比 警方可就发现不对劲了 因为小薇发送那张照片的时间 是5月4号上午10点多钟 而警方呢 拍这张照片的时间基本上也是同时 不过明显照片上行人的影子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找来技术人员这么一看 说小薇那张照片啊 根据行人影子的方向能判断出来 拍摄时间应该是在下午一点左右拍摄的 这要按照常理的话 上午10点多发了一照片 说坐火车要走了 可是照片是下午一点左右拍的 那么他应该已经坐上火车离开邯郸了呀 这就很可能是头一天拍的照片 第二天发的 用一张提前拍好的照片 跟朋友们告别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目的呢 通常啊 有两种可能 要么说这张照片拍的特别的漂亮 自己啊特别的珍惜 所以提前照了之后 尽管是旧照 但是爱不释手 临别的时候发出来了 要么就是有人冒名顶替 假装小微发出了这张照片 警方呢 这时候认为后面的这种可能性更大 这是有人冒名顶替发的 因为啊 到目前为止 除了照片之外 还有这太多的疑点 甚至警方早就认为 小微很可能已经遭遇不测了 那么警方是什么时候关注到小微的呢 这得从2014年4月25号说起 也就是发照片的差不多10天之前 4月25号的时候 小微呢 按照家里人的安排啊 去乡了一次亲 从这之后就再也没露面 小微相亲之后的第二天呢 就给家人们群发了一条短信 就说手机坏了 有事呢 就发消息联系 跟他通电话吧 始终是无法接通 就在家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时候 小微又发来短信了 说昨天那次相亲的 那个男生是咱们隔壁村的 小微的家人呢 就给他回消息 说你快回电话 让我们听听 你到底怎么了呀 小微呢 就在短信里边说 说我好着呢 但是始终就没有回电话 听不到小微的声音 家里边着急呀 小微的大姐呢 就又给小微拨去了电话 可是 对方没有接听 这就让大姐犯了嘀咕了 哎呦 是不是家里安排的这回相亲 让小微不满意呀 是不是生了我的气了呀 小微的同事呢 也说 说有一回啊 见小微哭了 我就问他半天 他也不说是怎么回事 那阵呢 他也不经常回家 反正 模模糊糊的说过一回 说家里边呢 老是逼他相亲 只要一回家 就让他见面相亲 他都没有相中人家 小微同事提供的这个情况 似乎也验证了家人的推测 事实上啊 最近这一两年 小微跟家人的确存在着一些矛盾 甚至这些矛盾 在这回和家人发来的短信里 小微也没回避 小微呢 就说起来了 之前回家的时候 在嫂子家住 但是大嫂跟他有一些不愉快 一来跟家人关系不合 二来迫于压力 极不情愿的去相了亲 这对于只有二十岁的小微来说 这心里边有骨子怨气 那是不难理解的 那会不会正是因为这些 小微才不接姐姐的电话呢 可是啊 姐姐不这么认为 他说呀 小微活泼开朗 非常的善良 不可能因为这么点小事 就一直生着气 坚持之下 还是报了警了 警方刚接到报警之后 也跟小微的家属说 说会不会 他是因为心里边不乐意 加上平时喜欢聊天 是不是跟哪个男孩谈了恋爱了 是不是跟男朋友出去玩去了 小微的姐姐就说 不可能 我妹妹不接我的电话 但是我发去的短信 她都会回我 小微的姐姐呢 不停的给她发短信 小微就回了一句 说姐 你有事啊 然后她姐就说 没事 姐也发工资了 想给你买件衣服穿 小微还说了一句 谢谢你 这种情况就更让小微的姐姐心里边发毛了 平时自家亲姐妹哪儿那么客气啊 说给买件衣服穿 还来句谢谢你 她就想着 妹妹这时候到底是遭遇了什么事情啊 况且小微平时就是喜欢玩手机 不可能一直不接电话 而且这个状态持续了好几天 警方得到这些消息之后 也跟小微的家人一样 担心起了这个20岁女孩的遭遇 第一时间警方呢 就来到了小微工作单位啊 就那个台球俱乐部 然后啊 就问这些同事们的情况 同事们就说 小微呀 相亲之后 回单位也就待了短短的三天 然后也就都见不着他了 4月27号晚上 有一同事是跟小微一起回的宿舍 28号 也就是第二天下午两点半左右 这个同事呢 出门上班 这同事说呀 出门之前 我还听见小微跟别人打电话呢 可从那以后 我就再也没见着小微 这也就是说 从4月28号下午开始 小微的去向就成了迷了 尽管在此之后 他依然还和家人有短信来往 但是谁都没听过他的声音 谁都没见过他的人 万般无奈之下 小微的姐姐想了一个办法 他呀 给小微发了一短信 说咱妈已经病危了 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了 看到短信 马上回来 见最后一面 紧跟着又发了一条 我们都在医院呢 咱妈快不行了 其实啊 小微的妈妈没事 小微的姐姐呢 是撒谎 故意这么说的 为什么呀 因为小微平时 别看年纪不大 但特别的孝敬父母 打工挣的钱 全都交给妈妈 一向孝顺的小微 看到这样的消息 那不可能无动于衷啊 但是这一次 小微也没回消息 亲人们这一看 哎呦 这可坏了事了 平时小微绝不可能这样 甭管小微是自己出走的 还是真的遭遇了危险 一定是出了事了 警方也意识到了 于是立即启动 行事调查程序 警方啊 第一时间又来到了小微的工作单位 还有小微住的这宿舍 就想着查查这小微 到底在哪 同事们反映 说他们最后一次见到小微 就是在单位的职工宿舍 那么这个台球俱乐部呢 在一个小区 一栋居民楼 二十楼的2003室 给他们租的一宿舍 一共是两间 一间呢 住着四个女生 另一间呢 住着两个男员工 一共住着六个人 办案人员来到宿舍 进去这么一看 只是第一眼就有了不祥的预感 这宿舍里究竟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办案人员来到小微住的宿舍之后 第一眼就有了不祥的预感 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住的这宿舍 跟往常比 那是特别的干净整齐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为什么要收拾这么干净呢 为了查清楚小微的去向 民警啊 调取了宿舍所在小区的监控录像 监控录像显示 2014年4月27号 晚上11点48分左右 小微和同事呢 就走进了电梯 小微啊 就按了那楼层的按钮 就20楼 俩人呢 在这监控视频里 也能看出来啊 是有说有笑的 在小微的言行举止之中 也看不出来任何异常的情况 50秒钟之后 电梯门打开了 俩人呢 就走出去了 但是再往后 可始终看不到小微出来下楼的录像 4月27号晚上回到宿舍 之后就没有出现在监控录像里 那么小微是从来没有下楼 还是跟什么人偷偷离开了呢 如果是偷偷离开 会选择怎样的路线呢 警方啊 把他这栋楼的电梯视频就全都看了 从小微住的这个楼往上啊 可以到另一个单元 去坐另一部电梯 然后通过消防楼梯下楼 所以警方就把另一部电梯的视频 也都看了楼道里的监控 包括小区院里的监控 小区出入口的监控 周边道路上的监控 全都看了 但是都没有发现小微离开的影像 不仅监控里面没有小微离开的身影 警方在询问小微的室友的时候 也得到了一些非常反常的信息 说小微啊 他的人自托还有行李箱不见了 但是他最喜欢穿的平时最常穿的一双干净的白球鞋 没带走 还有一双白色的高跟鞋也没有拿走 可是呢 平时穿这高跟鞋所搭配的衣服不见了 洗漱用品没拿走 前一天洗的衣服也没拿走 走的时候也没收拾 看着像是走得很急的样子 如果小微真的是自己出走的 日常用品都没带 这说明当时是匆匆忙忙 可是这整间宿舍呢 又非常的干净整洁 明显是被精心打扫过 问其他的同事们吧 同事们说没有啊 我们都没打扫啊 这不就是矛盾点吗 果然 接下来对2003事进行进一步细致勘察的时候 警方啊 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物件 在小微宿舍的一个抽屉里边 警方发现了一把刀 就切材用的菜刀 令人不安的是 在这把刀上 有着明显的残留下来的血迹 经过鉴定 这血迹啊 正是来自失踪的小微 这也就是说 小微肯定是出事了 要么 他已经被害了 要么 就是小微被伤害之后 又被强行代理 但是 在通过周边监控的情况 这就说明 小微被强行代理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警方分析完之后认为 这起案子是命案的可能性非常大 所以立刻又启动了命案侦破机制 那么 究竟是什么人 对小微挟了手呢 警方呢 首先对这个小区 就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了解 这小区里面呢 住户很多 人员构成啊 周边的环境啊 都很复杂 你要说竹门竹户的进行调查 那不现实 但是啊 这小区是在开发区 当时 整体开发区来说啊 人户分离现象是比较严重的 因为开发区呢 是新建区 什么叫人户分离现象呢 大白话来说 就是房子呀 基本上都是租出去的 这户主啊 一般并不在这房子里边住 不过 通过在宿舍里发现的菜刀 警方还是很快 确定了一个怀疑对象 在这间宿舍呀 不是住着六名员工吗 有一个人叫卢刚 是这台球俱乐部的厨师 这把菜刀很可能和他有关 根据调查 小薇 4月27号回到宿舍 28号早上 还有同事见着过他呢 但是 下午就失踪了 警方调取了28号 进出2003市所有人员的监控录像 果然一条重要的线索就出现了 28号早上八九点钟 卢刚走的时候 小薇是在宿舍的 到了12点多一点的时候 卢刚呢 就回到宿舍了 一直到了下午4点20分 也就是回宿舍三个多小时之后 卢刚一个人拿着行李箱进入电梯 离开了2003市 根据家属指认 卢刚拿着的那个行李箱 就是受害人小薇的 这也就是说 卢刚很可能就是最后见到小薇的人 小薇失踪的第二天 4月29号下午的4点48分 这卢刚啊 又拉着小薇的行李箱上了20楼 差不多五分钟以后 4点53分 卢刚又离开了 小薇的行李箱 为什么会在卢刚手里 警方推测 卢刚一定和小薇的失踪有关联 可是就在警方打算寻找卢刚的时候 发现卢刚已经辞职了 卢刚说呀 自己扭了腰了 并且呢 要去上海发展就不干了 通过调查 警方得知 卢刚在辞职之后 还经常和台球俱乐部的同事们联系 言语之中 还聊到过莫名失踪的小薇 有一同事就说 卢刚呢 给我打了一电话 好像是5月17号下午的时候 他打电话 问我在哪 我说上班了 我问他他在哪最近忙什么 他说他在上海了 最后他问了一句 小薇那事怎么样了 小薇有没有消息 我说 没有 那么 卢刚的辞职 究竟是巧合 还是故意躲避出去呢 为了不打草惊蛇 警方找到小薇的家人 让他们以寻找小薇的名义 联系卢刚 卢刚呢 还真接电话了 电话里边呢 卢刚就说我在上海呢 家属就问 那你见着小薇了吗 卢刚说 我没见着 可是 在4月28号下午的监控上 我们看你提着一行李箱下了电梯了 这是干什么去啊 那是小薇的行李箱啊 我把他送走了 他让我把他送到公交车站台那 上了车以后 我就走了 那你送小薇 为什么没跟小薇一起下电梯呢 我先下的 小薇后下的 家属再想问他话的时候 卢刚突然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种种证据表明 这卢刚他心虚啊 心里边藏着事儿呢呀 随后警方又打通了卢刚的电话 这一次 卢刚好像做好了心理准备了 卢刚就说 警官 你们也别跟我说了 我之前犯过事 进去过 我什么都懂 说完了 他就把电话挂了 卢刚跟警方的态度 是非常强硬的 但此时 警方对本案的性质 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把握 根据调查 案发当天 卢刚曾经带着小薇的行李箱 回到过台球俱乐部的厨房 也就是在厨房里 警方找到了新的证据 在厨房里 警方又有了怎样的发现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警方啊 发现这卢刚 当时呢 临着小薇的行李箱 回到过台球俱乐部的厨房 在这厨房里 警方又有了新的发现 经过仔细看验 发现厨房里边的门边上 还有墙上 有血迹 像是手上沾了血 开门的时候碰上去的 通往楼道的铁门上 发现了一枚血掌印 经过DNA鉴定 这些血迹都来自于小薇 而在厨房里面 桌子和墙的缝隙里 还藏着一把刀 警方在厨房 发现的这菜刀上 也找到了血迹 和宿舍菜刀上血迹的DNA 都经过鉴定了 发现是吻合的 都是小薇的 不仅如此 还有一个同事反映 说案发之后 卢刚啊 给他打过一个奇怪的电话 卢刚在电话里说 把小薇的手机密码给我 当时这同事一听 你要小薇手机密码干嘛呀 我不知道 现在把这些信息综合起来 一看 一切都很清楚了 卢刚涉嫌杀害了小薇 在藏好作案工具之后 还曾经试图破解小薇的手机密码 冒名顶替和小薇的家人联系 以此来掩盖真相 那么小薇被卢刚转移到什么地方呢 卢刚本人又在哪呢 于是啊 警方就继续查找周边道路的监控录像 终于在一辆公交车上 卢刚的身影出现了 监控录像显示 2014年4月29号晚上7点02分 卢刚呢 拿着小薇的行李箱上了公交车 然后坐在了最后面 在整个过程之中 卢刚没有离开行李箱半步 车上的乘客也陆陆续续增多 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后 7点38分 卢刚呢 跟其他乘客一起下车了 下车以后 打了出租车 到了他老家 当时啊 他弟媳妇骑着一辆电瓶车 把他送到家门口的时候 他呢 就跟弟媳妇说 你先回去吧 我就给别人送个箱子 他当时就拿着小薇这行李箱 根据现有的证据 警方就推测 卢刚有可能是在老家附近 把行李箱丢弃了 可是仔细勘察之后 警方在那儿并没找到任何和小薇有关的东西 难道是判断错了吗 接下来啊 还是要调查清楚卢刚的底细 卢刚 34岁 邯郸本地人 2004年 因犯盗窃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四年六个月 如果真像警方推断的那样 卢刚就是杀害小薇的嫌疑人 那么这起案件尤其值得警惕 尽管名义上他们是同事 但是小薇对卢刚显然并不熟悉 而像他们这些互相并不了解的年轻男女 居然被单位安排在了空间狭小的单元房里面 共同生活 这里面自然而然的就隐含了很多不可预知的危险 警方经过调查得知 卢刚啊已经结婚了 有一个四岁的小女儿 那么要想找到卢刚 他的家人就是一个突破口 卢刚的老婆不是邯郸的 是河北省张家口人 警方呢 14年6月份赶到了张家口 通过调查卢刚岳母的通话记录 发现有一个内蒙古乌兰查部的号码 跟卢刚的岳母联系过几次 联系的时间呢 也都比较晚 通过调查 警方得知 卢刚的妻子和女儿 在他辞职之后啊 也离开了邯郸 到了张家口生活 那么 这个乌兰查部的电话 会不会就是卢刚用来和家人联系的呢 很快在当地公安的配合之下 民警找到了卢刚的踪迹 2014年6月6号 在乌兰查部顺利的把卢刚抓获 面对警方的审讯 尽管卢刚对杀害小微的行为公认不讳 但是 他却拒绝透露小微究竟被转移到了什么地方 他就一味的说 我忘了 根据现行法律啊 我们之前也提过 这案子要有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来证明被害人确实死了 如果找不到尸体 就不能充分证明被害人确实死亡 那么你也就不能定卢刚的罪 办案人员也看破了卢刚的算计 卢刚过去曾经犯过罪啊 跟公安机关打过交道啊 他对于法律上的事那什么而清啊 不过经过双方的心理较量 卢刚的防线最终还是被突破了 他承认 小微被他丢弃在老家附近的富阳河里了 经过三次打捞 办案人员终于在富阳河发现了小微 至此 在邯郸警方的努力之下 案子成功告破 小微的家人得到消息之后 那是悲痛不已 小微的姐姐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 妹妹从来不和别人发生争执 为什么会被同事杀害呢 卢刚供述说 当时那天中午啊 他回到宿舍了 发现只有小微一个人在 而小微呢 跟他提出了借钱的请求 那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在答应借钱之后啊 卢刚呢色胆包天 就对小微提出来了 要发生性关系 于是小微就和他吵了起来 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最终小微逼迫他赔偿自己的心理损失 要两千 说如果不给我钱的话 我就打电话给你媳妇了 卢刚说小微啊 说完这句话一把就抢过他的手机 这个动作让卢刚又恨又怕 卢刚说 为了掩盖真相 一气之下 措手杀害了小微 但这是卢刚的一面之词 他的这番话可信吗 在家人的印象之中 小微温和善良 根本不可能做出卢刚描述的那种行为 更重要的是 都住在2003世的同事们说 说这卢刚啊 平时就不检点 经常借着同时住在这一个单元房的便利 不止一次的骚扰小微 卢刚呢 有一次在接插线板的时候 还故意摸过另外一个女同事的手 同事们都特别的讨厌他 说这卢刚老是站在女生宿舍门口偷窥别人 也不说话 就感觉这个人呢 有点色 心里边是那种变态似的 怪怪的 在宿舍呢 也经常不敲门 直接推门就进女生宿舍 卢刚杀害小微之后 想尽办法破解了小微的手机密码 以小微的名义 跟家人发短信交流 而且还在QQ空间里面 拍了一张照片 制造小微要去南方的假象 卢刚是机关算尽 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 制造的假象越多 在熟悉小微的家属的眼里 这破绽也就越大 2015年4月2号 本案被告人卢刚 被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故意杀人罪 一审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起案子说完了 咱们再额外的多聊两句 现在在很多城市里面 打工的朋友们 住这种集体宿舍的情况不少 这用人单位 那也为了成本 往往就是租一个单元房 把这一间隔成两间三间 或者一起租个两室一厅 三室一厅男女混住 在这个过程之中 往往就会隐藏着很多的危险 除此之外 也有很多朋友 在大城市里面打拼 会跟陌生人一起合租 这样能够降低自己的生活成本 在合租的过程之中 往往也蕴藏着一些风险 在这提醒大家 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女孩子 有条件的情况之下 不要一个人和陌生人合租住房 尽量的还是和自己的同事合租 同学合租 包括认识的朋友 这都可以 在一个房人之心不可有 方便的情况之下 可以在自己的那个宿舍里面啊 安装一个监控摄像头 再有呢 就是租房子的过程之中啊 还是要找合规合法的大平台 这样的能够把风险降到最低 如果是住这种集体宿舍的情况啊 住在女生宿舍里面也尽量的是和同事一起上班一起下班 尽量不要自己留在宿舍里面 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呢 还是要以自己的生命安全为重啊 要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在这个案子里面 如果说小微在遇到对方提出要发生性关系这种变态请求的时候 如果能够冷静下来找一个借口 比如说我要去卫生间或者偷偷的给同事发个消息等等等等啊 能够第一时间的逃离那个环境再及时的报警 而不是选择第一时间就和对方产生激烈的争执 也许后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咱们今天的法医传奇啊 来说说2000年三菱堂儿童头颅案 2000年的一天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三菱派出所接到报案 说在三菱堂镇垃圾堆放场 发现了一颗儿童的头颅 有一接到报案 这警方一机灵啊 案情重大 立刻派出民警封锁现场 同时向浦东分局报告情况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接报之后 出动了十多辆警车 前去现场增援 维持现场秩序 最主要的是要保证 在计真人员到来之前 不允许任何人进入破坏现场 浦东公安分局的局长 刑侦支队的支队长 也都出现场了 同时向上海市公安局 刑事侦察总队请求技术支持 于是啊 时任法医室主任的严建军严主任 带着徒弟马开军和费梗等一众法医室的法医 随着行政总队技术人员开车赶到了现场 在严建军他们还在路上的时候 先赶到的浦东分局的技术人员就已经对这颗头颅进行了检查 这颗儿童的头颅属于一个七八岁的男性儿童小男孩 皮肤很白 肌肤松弛 脖子上啊 有丝拉的痕迹 脑后有锐气刺扎留下的痕迹 初步判断 这很可能是一个抛尸现场 如果市局来的法医经过勘验也是一致结论的话 那就要浦东分局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了 在这儿啊 咱们再多说两嘴啊 说说一般现场侦察的惯例是技术人员和法医先进现场勘查取证和查看尸体 等这一切结束之后才是刑侦部门的侦察员进入现场调查访问 干的活是不一样的各有分工 当严建军他们赶到的时候 现场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 他们都被严格的隔离在警戒线外面 浦东分局的技术人员呢 简单的向严建军介绍了一下现场情况 以及他自己的判断 严建军呢 点了点头也没说什么 然后钻过隔离带走到垃圾堆上面 也不顾垃圾的臭味 绕着那颗儿童的头颅转了两圈 然后啊 在头颅面前蹲了下来 把鼻子凑进头颅 闻了闻 各位 要不人家是专家 要不人家是职业的法医 咱们别说做这样的事情 光是想想这画面 都感觉有些反胃啊 差不多五分钟之后 严建军这才站起身来 离开头颅下了垃圾堆 分局刑侦队的侦察人员技术人员们 都等着严主任给出判断呢呀 严建军呢 就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我呀 说三点 第一 排除人命凶杀案 第二 不需要增派警力 大部分人都可以撤了 第三 找到这些垃圾的来源 就能找到 是谁把这颗人头扔出来的 我估计啊 是医院里的 说错了 我负责 这个人头 也许就是一场误会 严建军这番话 让早就准备摩拳擦掌 办命案的浦东分局刑侦支队的民警们 就跟浇了一盆冷水似的 在场的所有人 都懵了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 怎么着 就 就这么简单 医院丢了一颗头 这不是命案 兴师动众折腾一上午 白忙活了 浦东分局刑侦支队的支队长 将信将疑的就看向了严建军 老严呢 也不用这支队长说什么 就明白这支队长到底有什么疑惑 表情严肃的又重复了一遍 我说错了 我负责 于是支队长啊 立即撤掉了大部分的警力 派出一队侦察员到三菱塘镇辖区内的几个医院 进行查访 包括三菱镇卫生院 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 浦东新区口腔医院 还有徐浦中医医院 果然很快就有了结果了 原来这颗儿童的头颅 是三菱镇卫生院的一个标本 来自于一名死于白血病的患儿 当时啊 这个医院正在进行装修呢 在前一天 有一个民工在装修的时候 不小心打碎了装标本的玻璃瓶子 院方呢 也确实不负责任 就那么草率的 把这颗头颅标本 连同玻璃瓶碎渣子 混在建筑垃圾里 就最终扔进了垃圾堆了 造成了这一场大的误会 当真相大白之后 浦东分局刑侦支队长 向严建军竖起大拇指 老颜 都说有凶杀找严法 这句话真是没错啊 严建军呢 前后五分钟的判断 就免了浦东分局刑侦支队的一次兴师动冲的瞎折腾 也节省了大量的警力和成本 让浦东分局上上下下都对严建军佩服不已 处理完善之后 支队长诚挚的邀请严建军到分局 给刑侦支队的那帮技术人员们讲一讲 是怎么样做出准确判断的 一群分局刑侦支队的技术人员呢 掀起检查了半天 愣是没往医院标本那方面想 要是下回再犯类似的错误 闹类似的乌龙 那今后浦东分局那就成为同行的笑柄了 所以啊必须得请市局的大神 全国顶尖的法医专家来指点迷津 严建军呢也不是个喜欢藏丝的人 也就答应了 严建军的敲门其实也不复杂 无非就是四个字 一看一闻 当时啊他蹲下身的时候 就发现垃圾堆上的这颗人头 没有通常活人被杀之后 散发出的那种湿臭味 凑近了一闻 反而有一股淡淡的 几乎是闻不出来的福尔玛林的气味 另外他也没在头颅上 发现有血水以及腐败的迹象 但是头颅上的眼睛高度脱水 嘴巴凹陷的很厉害 整颗人头的皮肤颜色 呈现一种蛋白质凝固之后的发白的颜色 这是典型的被福尔玛林溶液泡酒之后产生的现象 如果咱们听友里面有学医的啊 您各位都见过泡在福尔玛林里面的大体老师 应该对这样的一个描述 对这样的一个情节 不会特别陌生 当时呢 研发依旧发现 这具头颅脑袋上的头发稀少 附着力已经很差了 一拉就掉 说明已经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那么这就和头颅没有腐败迹象相互矛盾呢 后脑的锐气窗口呢 也没有生活反应 所以明显那个窗口是失去生命体征之后留下的 这符合医用标本 经过各种解剖操作之后留下的典型特征 另外在垃圾堆里面 还发现了不少被刷成白色的家板和挡板 这是用作护墙板壁的一种材料 一般的家庭装修 不太可能把护墙板刷成纯白色 所以研发依旧判断 这颗人头是从医院里溜出来的标本 可以排除命案的可能性 这叫什么呀 这叫听君一息化圣读十年书啊 浦东分局刑侦支队的技术人员们 啼壶灌顶 嘿人家大神就是大神呢 激起不小风波的垃圾堆儿童头颅案 就在研发依凭借十几年的从业经验 用五分钟的观察和判断之后 以这样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引出了真相 原来是虚惊一场 但是虚惊背后透露出来的 是研发依丰富的从业经验 和深厚扎实的业务功底 尤其是当他面对质疑的时候 坚定的说出来了一句 我说错了 我负责 体现的是法医的自信和职业担当 值得后来者们学习 我负责